今天心情超好的 因為今天是 你可以在公開的場合 大罵法官混蛋 還可以解釋說法官有多混蛋 完全沒事 而且講好講滿 講到開心 我真是太開心了 好 我這邊呢也先幫大家 我來當一下這個 張靜律師的嘴涕 來講一下就是大概 我剛剛有了解到 今天開庭的狀況 剛剛開了一個多小時的庭 然後呢 我們先講結論啦 就是張靜律師呢 他是直接來退庭的 那退庭了之後呢 法官這邊就說了 8月30號要來宣判 所以到時候再幫大家 提前注意一下 8月30號的一個宣判結果 那今天的開庭是第四次開庭 不過滿奇妙的 張靜律師有說 包含的是檢察官 包含的是張永慧的委任律師 他們在張靜律師在的時候 是全程沒有說話的 也就是張靜律師 在庭上的時候 只有張靜律師跟法官在對話 可是就在張靜律師退庭之後呢 這個張永慧的委任律師也好 檢察官也好 都跟法官是有講到話的喔 這就很奇妙了 再來就是說呢 張靜律師為什麼要退庭 他說他這是留給法官 一個很重要的考驗 他說根據刑法第306條呢 這個相關的規定當中 總之就是在張靜律師就是說 他作為被告他不在庭上的情況之下 這個最終的判決呢 在被告不在場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終結 是可以宣判 但是呢只能判無罪或判罰金 或是判拘役是不可以判有期徒刑的 就是也就是說呢 這個至少不可能會被判有期徒刑 如果按規矩來的話 好 那為什麼要退庭呢 因為法官張靜律師認為說 他自己去申請說這個案子 要何一廷來去做審判啦 不要讀任 不要法官自己去判 然後再來呢 他申請調查證據 希望可以傳七個證人 包含彭P 包含蔡英文在內 包含這個一般旁聽的民眾 欸 這個一個都不傳 最離譜的是法官居然講了一句話說 哦 我已有新證 所以不用傳證人 就是法官可以有新證 我們大家都知道 可是這個應該不是能 班上檯面上 在法庭上公然的直接說 哦 我已經有新證了 所以不用傳證人 非常的荒謬啊 好 那所以呢 在這一次第四次開庭 是以一個多小時 來結束了今天的 算是延遲辯論啦 但是前一次說是延遲辯論 也沒有真正實質的延遲辯論嘛 那就是看看 彭P 你是怎麼看待 就是張靖律律師留了這一首 用退庭的方式 給法官留下一個考驗 今天法官混蛋案的開庭 說是非常的精彩 彭P 你怎麼看 好 這非常有趣 我覺得我最大的遺憾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親自在法官的面前 侃侃而談證明張勇慧有多混蛋 這實在是我非常大的遺憾 不過呢 剛才我覺得 慧榮你錯怪了今天的法官 今天的法官叫冯昌偉 冯是二馬 冯昌是約約昌 有兩個日啊 應該事實上約 偉是偉大的偉 冯昌偉法官 你錯怪他了 因為他肯定是要判張靖無罪啊 他說 你們不用講 你們不用講 我有心證 這就無罪啊 這有什麼好吵的 所以你們都不用再解釋了 所以 就這樣啊 下次宣判 才會說不需要解釋啊 對不對 那如果他有一點疑慮的話 他應該什麼 叫法警說 來了哪 去把那個胖胖的那個 那個滿臉鬍子的白鬍子的 身上拿個吊桿的 你幹嘛抓回來 老子還有話沒問完啊 他跑什麼啊 對不對 簡單的講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講一加一等於二 你是法官 你不用證明給我聽啦 你也不用去找數學專家陳醒生啊 你也不用找什麼這個中研院的 數理所的院士 因為一加一等二 我知道了 我有心證 你不用證明 證人也不必 證物也不必 只有這個可能啊 所以法官不傳證人 也不用再叫張靖多做解釋 如果今天張靖說一加一等於三 張靖說的東西是不對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法官 你要怎麼辦 來 張靖 你告訴我為什麼一加一等於三 好 你告訴我哪個數學大師支撐這個理論 一加一等於三 你把他找來 好 來 你給我找一本 這個經典的數學的數論 證明一加一等於三 所以如果法官認為張靖他有話要講 就是說他有話要講說張永慧就是混蛋 如果今天這個馮昌偉 認同張永慧是個混蛋 就可以跟張靖說你不用證明啊 你不用找人啊 你不用找彭P啊 誰都不用了 因為我心證早已形成 張永慧他就是個混蛋 但如果這個法官洪昌偉認為 張永慧怎麼會是混蛋呢 隔壁臨家乖巧的小女孩 那張靖 我今天要判你有罪 你必須證明給我看 張永慧不是混蛋 那我就可以判你有罪囉 所以舉證責任在你 所以你要什麼證人 你要什麼證物請你拿出來 所以慧榮你覺得我講了以後 你有沒有一種醍醐灌醉的感覺 你錯過來了 洪昌偉 對啊 你說我講對不對嘛 對不對 很有道理吧 你們那個副控啊 什麼都應該拍拍手不是嗎 掌聲鼓勵 8月30號勝負已定 真的耶 旁邊判起來 對 已經判決啦 對 這蠻有意思的 你自己說 我的邏輯有錯嗎 這個解讀邏輯正確 非常清晰 不要調理 就是法官完全認同 張永慧是混蛋 所以你不用證明啦 所以你不用證人 你什麼都不用了 我早有新證 因為張永慧就是個混蛋 搞不好這個法官 曾經被張永慧甩過也不一定啊 所以你怎麼知道 你不知道法院裡面桃花朵朵開嗎 法院你去Google一下 法院桃花樹已經漲到陽台啦 法院出了一大堆這種 有那個法官 他為了要去把另外一個法官 還上網去偷看他的個資 還有上次的那個把那個 把那個鄭文燦 積壓的那個法官 檢察官 給他的老公戴了一個綠帽 跟另外一個庭的法官 有一腿 這不是我講 你去Google 而且是被 還被那個法官人事評議委員會 給那個就是懲處吧 那個就是那個 積壓庭中間的一個女法官 所以這種事在法院啊 實在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怎麼知道這個馮昌偉 不是跟這個張永慧 早就已經有嫌隙對不對 說不定就是這個 新生怨對小院報復 所以張靜一告這個張永慧的時候 這個馮昌偉說 哎 我終於逮到了 落到我手裡了 你們都不用證人也不用麻煩了 我直接早就已經有新證 我可以判決了 所以他不傳證人啊 所以當張靜轉身走的時候 他也沒有攔住他呀 對不對 如果 因為我今天跟張靜律師聊過 我是說真的 如果不是像張靜律師這種 幹過主任檢察官 幹過法官 然後又職業二三十年的人 真的不會那麼有經驗 因為 好 我剛剛都是連蕭薇啊 我覺得這個法官的結局 也不用 大家也不用 要不要跟我賭 如果我們開箱的朋友們 要不要對賭 或者是惠榮 要不要拿押稅錢來跟我對賭 他就是判他拘役 拘役兩個月 然後一顆罰金 你要不要賭 我幹嘛跟澎伴先賭啊 哈哈哈哈 我拿你手裡的紅包賭 哈哈哈哈 對 對 對 我今天講到這個 我今天整理桌子 結果看到兩個紅包 幫我們對鏡頭對近一點好了 我念給大家聽嗎 大家不要那個 不要下巴掉下來 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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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見嗎 高一點 高一點 好 我看到文正雄 有有有有有 好 來 請彭P念一下好了 上面寫了什麼呢 我今天在整理整理檔案 就突然看到這兩個紅包 文正雄 通過苦難邁向勝利 大家猜猜是誰寫的 賴清德嗎 沒講 真的很難猜 希望是蔡英文的老 蔡英文 蔡英文 公共標準答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沒有 我的學長 我父親小學的學長王世堅 他真的包過 這是他包過給我的第三個紅包 真的 真的 他曾經包一個紅包給我 我說什麼都不拿 結果他立刻轉身拿筆 寫一寫 包給我女兒 住學業順利 那我說不可以 他說我包給你女兒 跟你什麼關係 住學業順利 就包了一個紅包給我女兒 那時候我還在台灣 還沒有被通緝 那這兩個都是被通緝以後的事 就是 因為回台灣的時候 跟世堅就 他是我父親小學的學長 他就請了我太太吃飯 他就跟小孩 然後就包了一個紅包 說叫他務必要交給我 文正兄通過苦難邁上勝利 然後第二次 就大概三個月半年前吧 他 我們回去的時候 他都就是我們有一些群組的朋友 他會知道 知道說又要請這個金玉 去跟我們家小孩吃個飯 然後呢 就給了我一個 一首歌叫 王力渣龜 黃世堅 王力渣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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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力渣龜 對 好 對 沒錯 就這樣 好 這差題 所以人間還是有溫情的 不過 欸 阿根啊 學長啊 你應該去質詢喔 好 你應該去問外交部說 我那學弟的護照被搶啦 你們要不要處理一下啊 對不對 好 好 我們剛剛在講哪裡 差一題了吧 反正呢 就是望你找歸 希望他可以拿一點實質的幫助 真正的來望你找歸 對 我們剛剛講到 應該還是 還是講張靜律師的案子吧 現在非常感謝千鳥再臨 不如一記在首給我們的贊助 抖內支持 我有一個問題其實想要問彭P 就是呢 因為其實今天張靜律師在 就是說回顧一個多小時的開庭過程 當然後半段他不在啦 但是呢 他覺得 讓他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他有在跟他人 沒有在法庭裡面的 現場的狀況 氣氛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就誠如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講的 這個 張靜律師在現場的時候 張永輝的委任律師跟檢察官 都是點點沒說話 但是呢 張靜律師一退庭 之後 誒 他們就開始跟法官有講話啦 當然我們不知道他實際上 講話的細節是什麼啦 因為那時候張靜律師 已經沒有在庭上了 但是 就是光這件事情就很微妙嗎 到底是什麼樣的氛圍 會是 還是說張靜律師的氣場 太強大了 所以張靜律師一在現場 他說那一個小時大概都是他在講 是什麼樣的情況呢 對啊 那個 我們的氣場都很強大啊 你去旁聽過你就知道啊 那個連法官都 巴不得要挖個洞往地上鑽啊 我們都不講髒話的 我們都不像那個林元龍 還講那個問候人家媽媽 我們從來就是 溫和的 理直契合的 頂多就是我退庭要去上廁所 然後去告了張永輝 最多做到這樣子而已 可是法官一句話都沒辦法回 對方律師也是 你是記不記得上次 我在的時候 就是我在鏡頭裡面的時候 張敦涵坑都不坑一句啊 結果我關掉鏡頭退庭之後 張敦涵在那邊嗆說 你回來 你叫他回來啊 他如果我在的話 我兩下就把他給那個 對 我說那不是 我的護照不是你沒收的嗎 你拿來啊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啊 那張敬律師在的時候 對方律師從頭到尾 一句話都沒有講欸 我就跟張敬說 你趕快轉身 我要是你的 我就轉身到台北地監署 告詐欺 告這個對方的律師 詐欺 為什麼 拿了張永輝的律師費用 卻一句話都沒有講 對不對 這不是詐欺嗎 就是當我這個被告在庭的時候 你竟然一句話都沒有講 那詐欺是什麼 是公訴啊 是可以告發的 所以張敬就聽了就大笑 對啊 張敬在的時候 為什麼對方一句話都沒有講 可能對方的那個訴訟代理人 也認為張永輝是個混蛋吧 那只有這種可能性嘛 就跟這個法官馮昌偉一樣 都完全聽張敬講 一句都沒有坑 也沒有問 意思就是說 我早就認識張永輝很久了啦 哪需要你們來罵混蛋 啊 他就是個混蛋啊 所以你們根本不用講了 所以你呢 要退庭也沒關係 那你需要傳證人嗎 不用那麼麻煩啊 我的新政早已形成 只有這種解釋啊 不是嗎 所以等著看哈 等著看那個判決813時下 張永輝混蛋 然後判決書上說 因為張敬呢 所言與事實相符 故無罪 但是現在彭P是要準備來 反串一下那個 就是宣判的過程了嗎 來來來 哦 好 那法官就坐上來說 被告無罪 轉頭就跑 真的 因為一定會有人問說 哎 請問無罪的理由 他就掉頭就走 然後心裡這邊嘟弄說 啊 我就認識他很久了 他就是混蛋啊 大概是這種情況吧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你有認出來我的聲音嗎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K.S.皇家呵護 蘆薈寶石舒緩凝膠 簡單來說就是 不擦這個凝膠 就像我一樣 擦了凝膠 就會跟何慧榮一樣 就對了啦 這隻K.S. 蘆薈舒緩凝膠 質地非常的好推 好吸收 不管是像我一樣 待在冷氣房裡面 或者是戶外日曬之後的修護 都非常推薦適合喔 接下來的影片 請幫我看到完喔 記得我的推薦代碼 CTI567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寶石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寶石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